字幕提供 YO!哈囉! 歡迎來到至高的收藏 今天我們要帶來的開箱是 海賊王達摩不倒翁 此款為日本BANDAI收藏事業部底下的 DARUMA CLUB系列 這組海賊王不倒翁為2016年發售 剛好最近轉蛋概念館出清兩支999 因此就購入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兩個顏色比較起來 我其實比較喜歡黑色的這一款 因為黑色看起來比較時尚 加上圖案設計蠻簡約的 不管是擺在桌上或是櫃子裡 看起來都很潮 我們可以看到正面貼有大大的草帽骷髏圖案 這個圖案看起來像是水貼之類的材質 所以仔細觀察會發現邊緣還是有點厚度 底下印有金色的Strawhead Crew子樣 配上海賊王的LOGO 這幾個金色字體都是使用印刷的方式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有質感 再來我們就來看到金色的這一尊 這次正面就有達摩的臉印刷在上面 配上每個船員所代表的LOGO 而且圖案都是印刷上去的 另外金屬色的質感也看起來蠻不錯的喔 最後Daruma Club也有出蠻多主題的 日本的達摩吉祥物能以這樣新的設計 來融入當代藝術真的蠻有趣的 大家不妨Google一下為什麼達摩到了日本 就會變成不倒翁的由來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開箱 那我們下次見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追蹤我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未來有希望開箱什麼玩具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See you